大家好 今天在网上买的水质测试盒已经到了 我这个鱼挡水质不好 所以时不时要测一下水质 测溶氧,测PH值,测氨氮之类的 先把它打开 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在网上买的 这是一个小箱子 嗯,还可以 比如这个鱼塘里面啊 一个月要最少测一次水质 要随时了解这个水质的变化 然后有问题要及时的改善 不然的话发现晚了 那就损失大了,就会死鱼 大家看一下,这一盒测溶氧的 测试这个水里面这个氧气够不够 一共三个,然后这些都要用到 这个是溶液,还有一个小吸管 现在咱们在鱼塘里面啊,搞一点水 把这个笔色管装满 嗯,现在把这个溶液加进去 这个溶液啊,一和二 这个滴五滴 然后这个啊,也滴五滴 然后盖上把它摇均匀 现在这个水已经变颜色了哈 然后放在这边 三分钟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山给滴五滴 啊,给大家看一下鱼 这鱼当然就是水质不好 那水质好,我就不用这么担心了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 然后我们打开,把这个三给加进去 啊,这个溶氧三加进去的目的是 彻底溶解这个水里面的沉淀物 如果溶解不了的话 这个世纪三啊,还要多加多加一点 还是一样,滴五滴 来,一、二、三、四、五 这个也是一样,盖上 然后把它摇匀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再倒几滴 一、二、三、四、五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水里面的那个沉淀物啊 差不多都溶解完了 然后水也变透明了 咱们再摇晃几次 这个沉淀物可以彻底分解掉 好神奇啊 那么脏的水倒在这里面 搞两下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这么清澈 然后我们要把多余的溶液倒掉 这个一瓶是30毫升 咱们只要保留15毫升 这边有一个刻度 多余的倒掉 不要 哇 啊 手比较健啊 这倒一下倒多了 然后咱们开始对比啊 这是一个卡片 咱们把这个放在这上面 放在这个地方 开始对比 现在对比一下 看一下这个溶解氧是多少 正常的话是5毫克每升 看一下是好像是4到5吧 反正比1到3要深一点这个颜色 这鱼塘里面的溶氧偏低啊 把这个镇氧机打开 溶氧偏低的话原因有好多 有可能是鱼的密度过大了 也有可能是这鱼塘表面漂浮的一些垃圾多了 然后影响了光和作用 也有可能是水体里面有很多那种耗氧的物质在里面 然后咱们测一下别的氨蛋 现在咱们测一下这个氨蛋 咱们对比一下 正常的是要低于0.2 如果0.2以上那就比较危险了 就超标了 感觉应该就是0.2左右吧 还好 现在咱们来测一下水的PH值 现在咱们来对比一下颜色 我感觉在6.8到7.0之间 我感觉还好吧 这个PH值在7.0左右是比较好的 看来鱼塘里面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水质就是溶氧偏低了一点点 如果这个PH值它超过了7.2以上 那么鱼塘里面要是有氨蛋的话 氨蛋的毒性它会成倍增加 刚才我们也测了一下 水体里面的那个氨蛋是OK的 没问题 可以放心了 到了 然后是不是要开一下镇压机啊 就是这个荣氧低了一点点 现在回家了 把这个带回家 这边温度太高了 怕会坏掉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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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